我想我们就请县长跟我们这个说说他的感想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的关心 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 这30年来 从200万06千的县名 到现在将近385万的县名 大家一直要求一直支持台北县要升为直辖市 大家这样的一个要求跟鼓励 让我们昨天终于在申格的这个审核委员会里面 台北县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同时我也要感谢我们县议会 我们陈议长跟所有议员 在升格直辖市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次同意 然后让这个提案能够送到内政部 去争取到升格 同时我也要感谢 在过去立法院 这些所有的立法委员 从最早民国96年的5月4号 地制法的 因为升格第一次的修正案 立法委员给予我们的支持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最早开始支持的是国民党的党团 清明党的党团 后来还有台联党的党团 以及五党籍的党团 那当时这几个党团都是全力支持 甚至包括台联当时的林志佳委员 全力支持 五党籍联盟最可爱的就是严清彪委员 他说没问题你配来 我最后赶紧代表官一起去 他就马上就联署 联署完之后 到了提案表决的当天的上午 民进党的党团才联署 那所以等于大家都联署通过之后 台北县可以升为准用指向市 但是当时的预算是打七折 同手款是打七折 那么这样过了之后呢 才在这两年里面 台北县政府在积极努力 把所有一切工作的目标 朝着直辖市要求的标准来做 所以才在昨天的 这个审核委员会里面 他们看到了台北县 在过去这段时间 要把台北县提升 成为一个真正的直辖市 它的现代化 它的国际化 它的文明化 以及对于整个国际公民 甚至台湾公民的一个责任 所做到的这些努力的目标 以及做法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第一次修地制法的时候 让台北县能够变为准用指向市之后的 支持的这些委员 没有这一段 可能到了今天 我们又第二次修地制法的时候 让所有县市都有一个可以升格的条件 我也要感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跟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民进党是由赖清德这几位委员 所做的提案 修改地制法 以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所做的修改地制法的提案 里面有两项都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可以让现在的县市 借由合并 或者单独升格为直辖市 那么第二个条文就是 所有的选举的选举要延到 下一届的直辖市的市长跟议员选举之后 这个任期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也要非常谢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以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在修法的过程当中的努力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行政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让每一个县市由下而上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升格 那么有许多人问我说 到底升格之后 你的心情是如何 我也很诚实地向各位报告 从昨天下午 报告完回来之后呢 我们大家心情就非常忐忑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者评审委员的成绩是如何 是昨天晚上最早的 是联合报的黄福奇记者 打电话给我说 他们已经得到讯息在开记者会之前 是所有的评审委员是 一致无意义 全部同意的状况之下 让台北县可以升为自下市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情又更忐忑 因为还要到最后 由行政院来核定 所以其实从昨天 做完简报 做完说明报告之后呢 到了今天早上 我相信许多的同仁 都是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 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或者三四个小时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的责任开始 真正的压力开始 真正要把台北县 带向一个现代化 国际化 甚至非常非常文明化的 一个都会 一个城市 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县民将来是新北市的市民 他们所要求的生活 跟自我的提升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会在 在仔细的规划 一段时间 等到行政院正式的 同意台北县 升为直辖市之后呢 我们还会对县民 做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 我们如何努力 让台北县 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化的 现代化的直辖市 这是我们 必须要向县民 做的一个报告 以及说明 那么我想 我先跟各位 讲到这里 我非常的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MING PAO TORONTO